hello大家好,我是国大顺,BB顺,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实话实说,很久没拍视频了 这期视频是我参加综艺下车以来第一期在家里拍的视频 今天就想给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我的三十问 其实我做博主这是第二年第三年,我也忘了 19年做过两期,2020年做过一期 然后今年的话咱们还是没做过 所以说咱们最近也是确实是有不少人开始关注我 大家可能在刚认识我的时候会对我有一些好奇 那今天呢我就会找出这三十个问题 之前我没有怎么回答过的 也有一些回答过,但是可能最近有一些改变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千万别忘了帮大顺搞数据,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第一个问题,有人会问我说 郭大顺,为什么你的后边郭大顺三个字之后还要加一个BB顺呢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初中高中同学 大家都给我起个英文名 因为我不是小名叫大顺嘛,他就叫Big Big顺 那我大学的时候,第一个对象他是广东人 他们广东人的话可能就是愿意念缩写 Big Big顺,广东话就是BB顺 所以说就叫BB顺了 第二个问题,有人问我说 郭大顺,你不是巨蟹座吗 能不能告诉我巨蟹座怎么追 其实我教你巨蟹座的话就四个字 将心必心 第三个问题,如何像你一样干吃不胖 其实我在三四年前是干吃不胖的人 自从我参加飞行 你作息不规律,日夜颠倒的话 其实你只要吃的比较多的话还是会胖的 包括我最近大家也能知道 我就这一年老的特别特别多 你们可能现在就是我更新的比较勤 所以说你每期连着看是不会有这个感觉的 但是如果你看完我这期视频 再回去看我2019年的视频 就会觉得说还是老的不少的 我是建议大家尽量别熬夜 就算熬夜了也不要去在半夜去再吃东西 第四点,对于你来说谈恋爱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合适 第五点,友情重要还是爱情重要 我个人觉得现在对我来讲友情更重要 六,很多空勤人员都转了地面岗 那地勤人员可以转空勤吗 我先回答这位朋友 地勤人员是很多都会转到空勤的 但是要自己去面试这样子 你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跟考官说 我之前是有这个机场的地幅的工作经验的 然后你在中国做的地勤 你也可以去面试外行 这些都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并没有很多很多人从空勤去转到地勤 第一种就是转到地面岗了 可能做一个经理啊领导之类的 第二点就是可能去培训部做老师 其他的话基本都是转业了就辞职了 就离开这个行业了 第七个问题,最喜欢粉丝说你什么 那肯定是由内而来的感觉 我这期视频他喜欢他觉得好看 我觉得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出了一些干货攻略视频 能帮助大家解答大家的问题和疑惑 那就我觉得就很开心了 第八个问题,最不喜欢粉丝说你什么 我觉得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 大家简单觉得自己觉得很了解这个圈子 他就会给你设计一个路线 大顺你应该去怎么怎么做 你才了解这个圈子多久呢 对不对 第九点,现在靠自媒体能养活自己吗 你们可真挺敢问的 其实实话实说我在19年的下半年到10年的中后段 是可以靠自媒体养活自己的 但是我现在养活不起自己 咱不知道怎么的了 就是下半年开始这个数据就不行了 所以说我觉得能坚持下去 保持自己的一个视频的风格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已经是最棒的了 第十个问题,拍的旅拍很好看 但是数据不如之前了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肯定还是心里会难过的 但是如果大家能仔细的看我的旅拍视频 包括你认真看了的话 看了两三期的话 你应该知道其实我自己一个人拍这个旅拍 也是挺辛苦挺难的 很简单的一个镜头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要背三脚架 背我的设备 背无人机各种的话 其实还挺折腾挺麻烦的 所以说我现在碰到一些 像我们这次综艺啊 包括拍戏的一些后期老师 都会特别心疼他们 也明白他们为什么投分那么少 一时一个问题 大叔你会考虑签公司吗 经纪公司 演艺公司的话 肯定是会考虑的 那像那个MCN的话 暂时不考虑 因为我这个人挺特的 挺有个性的 然后包括我就是想一出事一出这个事 我觉得我自己对我自己能负责任 但是我不代表我自己能对其他人负责任 对吧 如果别的同事啊 因为我的任性影响他的KPI的话 我也会觉得很难过的 第十二个问题 这次跨界做脱口秀演员有什么感想 其实我这次真的是实话实说挺开心的 而且就是我没想到 这次能交到真的走心的好朋友 这个是挺开心的 然后这次做脱口秀演员跨界嘛 我咱虽然说咱之前有拍摄的经验 有演绎的一点点小经验 但是脱口秀的话 跟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来讲 还是不太一样 第十三个问题 还会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见到你吗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有机会的 因为这次刚跟大家说过 认识了不少专业的脱口秀的 厂牌的一些主理人啊 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啊 对吧 都挺好的 我觉得应该会有机会的 因为我现在在上海嘛 对吧 其实还是有一些舞台 是可以给我们新人去练手的 但是我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写出来的东西太小品了 不够脱口秀 所以说就要到时候 麻烦我的朋友们 帮我一起去指导指导了 第十四个问题 你上台这次应该不怎么紧张吧 其实这次反倒来讲的话 我跟你们实话实说哈 我在各种各样的审核审查 包括平常的彩排 最后的待机彩排 我一次我都没紧张 这个是实话实说 而且每一次都达到了我的导演的 我自己的PD的一个要求 但是最后这次是我演的最烂的一次 包括我这个 你也知道哈 我脱口秀是第一次说 上台当天真的是紧张了 而且我当时是 后半夜三点钟上的台 所以说我是从前一天的 早上十点钟化好妆之后 一直等到了第二天凌晨三点 太疲了你知道吗 而且我在上场之前呢 我知道其实我们当时的导师 他里边的晋级卡已经很少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我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上去之前还是很紧张 第十五个问题 大家问我说 这次那你参加综艺 最难忘的一段回忆是什么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哈 我不是一个就是有那么一个高光时刻 就是说感觉抹不去那种人 我是挺吸水长流的这种人 所以说比起我最后一次这样的一个演出的一个经历 我现在最难忘的 最不想忘记的就是 反而是我哈 就是每天从家里准备 备稿准备新的一个脚本 然后每天去东方卫视去彩排的这段时间 反而是我觉得我挺难忘 也觉得挺美好的 第十六个问题 对四位评委老师看法印象怎么样 其实我跟大家讲 我不像其他特务球演员 他只认识我们的这个 剩下这三位我们的导师哈 我们的这个特邀嘉宾沈老师 我也是特别喜欢他 包括我也关注了他B站的账号 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在台上 就那几分钟的问答时间 包括我是我们当时倒数第三个出场的 所以老师对于我们全手的一个耐心 那包括惊喜感肯定会少很多 再加上我在演出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些失误嘛 所以就有像跟老师说的一些话 都没有机会跟老师说 但是我真的想跟四位老师讲 你们真的都 我真的都超级喜欢你们的 我希望以后 不管是在哪个舞台上 都是希望能让你们感到惊喜 也感到进步的 这次确实是有挺多遗憾的 我也希望老师们能喜欢我 第17个问题 对于脱口秀这个圈子的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实话实说 我个人觉得说脱口秀这个圈子里的人 要比拍戏的这些演员的话 他要更踏实一些 因为他自己的所有的剧本都是自己写的嘛 自己的稿里都是自己写自己琢磨的 所以说他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可创作能力的一个价值在的 我是特别欣赏有才华的人的 所以说这次为啥交了很多朋友呢 那不是说影视演员就没有才华了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先录完正片 录完正片我们还要拍一些广告嘛 尤其大家也知道 虽然说我没有被这个观众和评委老师青睐 但是我一直是被我们的冠名商和我们的金主爸爸青睐哈 所以说我还后面还拍了很多广告 我就觉得说晋级的那些老师 有的很多都是像上海啊北京啊 全国各地比较优秀头部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了 结果他们还是很谦逊 然后对我也很宽容 也会告诉我在演出时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第18个问题 对于你来说脱口秀最难的是什么 就是在这次啊上次的登台 还是2019年的事了 所以说那是两年前的事了 个人觉得来说一个是紧张 再一个就是可能节奏上的把控 所以说这次我也是问了很多老师啊 给我了很多建议 希望有机会能给大家展示出来我的进步吧 其实实话实说 对于我一个新人来讲的话 第一次登台就是一个上星的一个舞台 对我来讲真的是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遗憾 就是本来排的感觉还行 但是自己演出来没有 百分之八九十发挥出来确实有些难 但是我也尽力了 只能说我也尽力了 你们如果看了我的正片 你应该知道 我在后边再尽力的再往回懒了 再往回圆了 前面有一段话说错了 就是落了几个字 所以说就会 我感谢大家吃点了 吃点了 因为你会真的输丢的 点了 然后再度 我先讲 我先来 可能会尽力量 我先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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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个是经常在看的 你们可以截图 然后27旅拍旅游的下一站是哪里呢 其实肯定还是在国内哈 然后我是希望能给大家去一个 相比我之前去过这几个地方 比较冷门的地方 但是也不一定太冷门 这个肯定是要等过完年之后了 是吧 因为咱们今年的话 没钱了 第28个问题 有没有觉得说自己数据不好 是因为不垂直 我觉得主要不垂直的话 确实是我现在账号的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垂直了的话 我就会少了很多的乐趣和热情 所以我觉得乐趣和热情 要比涨粉对我来说更重要 第29个问题 这几次旅拍 你都买了什么旅游纪念品 能不能推荐一下 最满意的旅游纪念品 我觉得是我去苏州 苏州博物馆的 买了这个冰箱贴 我觉得很艺术 这种木质的 然后还有就是去苏州博物馆 我很喜欢买了一个这个 片石日甲山之尺 这是一个尺子 非常的漂亮 是这样的 你看超级精致 然后这个好像是二三十块钱 我觉得很漂亮 最后一个问题 第三十个 两个字总结一下 你今年的本命年 就是两个字就是魔幻吧 四个字的话就是 真的好辛苦啊 真的 我觉得我今年真的是 你们应该也能看到 确实是 我现在既然选择了这种人生 我就应该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吧 有些时候工作状态 包括生活状态 已经达到自己 小的时候 梦想成为的那个样子了 但是的确 钱还是不够花 钱的话也没怎么攒 包括就是觉得说 就是你看到比你自己混得好 优秀的人还是会很羡慕的 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觉得说 未来要对得起 现在这么折腾的一个自己 是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大顺的话 千万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宝藏 UP主 郭大顺BBS 大家喜欢我的话 千万别忘了多多为我搞数据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